观正仪式传算查有三说最便 三说者 皆为剑钱为一说 西牙 香药为一说 查为一说 身不染也 此乃三分法 其为缘编入那两草 其价则为三分 一分之剑钱 一分则西相杂货 一分则查尔 后又有并则言为四分法 更改不一 皆非三说也 于在三思 求得三说就案 三说者 乃是三世 伯狄为一说 便狄为一说 直便为一说 其未知伯狄者 即边唐草 岁入碧玉足嫦娥 每岁自三思抛树下枯物 先封春见钱 谨变钱 谨查钞 谨变钱 为水路商旅所变处 谨查钞为上三山场却物 然后召人入中 变敌者 刺边粮草 商人先入中粮草 乃亦经师算请慢变钱 慢查钞即杂货 慢变钱为道路或亦非变处 慢查钞为下三山场却物 直便者 商人取便 与原边入纳剑前 于经师请领 三说 先搏笛 数族 然后听遍笛即直便 以此商人竞区 争先负即便搏笛 故边塑长先足 不为诸郡分裂 粮草之嫁 不能享永 诸禄睡客 亦皆盈眼 此粮法也 余再三思 方欲讲求 惠左迁 不果见义 严周故丰林献成 贺连伯伯所著 至今未知贺连成 谨密如实 主之皆火出 其成不甚厚 但马面极长且密 与亲使人不知 马面皆长四丈 相去六七丈 以其马面密 则成不虚太后 人立意难兼也 于曾亲见功成 若马面长则可反射 成下功者 揭密则始时相及 敌人至成下 则四面始时临之 虚使敌人不能到成下 乃为良法 今边成虽厚 而马面极短且疏 若敌人可到成下 则成虽厚 终为微道 其间更多起脚 为之团敌 此犹无异 全己以楼脚 以发始时 以父护成脚 但使敌人倍处多 则自不可存立 赫连之成 深可违法也 旧教书观多不续执事 但取旧书 以莫曼遗字 付诸旧字于其册 以为日客 自治边教局 只得以诸为之 仍于卷莫书 孝观姓名 尽遂行 受两郡 各段遗欲 用法皆悟 为行草所薄 受周有人杀妻之 父母昆地漱口 周思已不到 原作妻子 行曹伯曰 欧妻之父母 即是一决 旷其谋杀 不当附作其妻 行周有盗杀一家 其夫妇即时 死 唯一子明日乃死 其家财产户绝法 给出嫁亲女 行曹伯曰 其家父母死时 其子上生 财产乃子物 出嫁亲女 乃出嫁姐妹 不和有分 此二世略同 亦失于生者 亦失于死者 编程首剧中有战棚 以掌目抗于女墙之上 大体类敌楼 可以离合 设之亲客可救 以被仓足成楼摧坏或无楼处受攻 则即将战棚以兼之 梁侯景攻台城 为高楼以临城 城上亦为楼以聚之 使壮士交朔 斗于楼上 亦尽此类 欲备敌人 非仓足可置 尽遂编尘有 亦 亦未既有敌楼 则战棚 兮可费省 恐讲之未属也 居真卿守润州 民有斗殴者 本罪之外 别令先殴者出钱 已与后应者 小人尽财 兼不分疏钱于敌人 终日纷争 相是五感先下手者 曹州人赵建常为小官 以罪费 为以路人因事控制履理 五感五奇异者 人为之甚于寇道 官司亦为其机械 扶养取荣而已 兵部园外狼谢涛之曹州 尽得其兄弟 歹系有私 聚前后聚会壮秦烈 张夏御史府暗志 奸赃狼及 遂论气势 曹仁皆相赫 因此有 告不干以事法助于斥律 遗传就有三等 日步地 马地 脊脚地 脊脚地最具 日行四百里 为君心则用之 西宁中 又有金字排脊脚地 如古之与席也 以木牌诸七黄金字 光明炫目 过如飞殿 望之者无不必路 日行五百余时 有军前激宿处分 则自御前发下 三省 疏密愿莫得余也 黄幼二年 无中大鸡 瞟进枕路 是时范文正领这夕 发宿及木民存享 位数甚倍 无人喜静度 好为佛事 西闻乃纵民静度 太守日出 燕于湖上 子 春至夏 居民空向出游 又召诸佛寺主守 欲之曰 击碎公价至箭 可以大兴土木之意 于是诸寺工作顶兴 又心熬仓立社 日益千夫 奸司奏合杭州 不絮荒正 西游不洁 及公司兴造 商好民利 文正乃自条绪 所以燕游及兴造 皆欲以发有鱼之财 以惠贫者 贸易饮食 公寄福利之人 养食于公司者 日无律数万人 荒正之师 莫此为大 誓岁 两者为杭州艳燃 民不留喜 皆文正之惠也 岁激发思农之素 慕民兴力 尽岁岁助为令 既以蓄姬 因之以成就民力 此先王之美则也 庆历中 和爵北都珊瑚 九之魏塞 三思度之父使 郭申熙 亲筑董作 凡塞和爵锤和 中间一扫 魏之和龙门 公权在此 适时履塞布和 石和楷门扫长六十步 有水功高超者现意 以为扫身太长 人力不能压 扫不至水底 旷河流不断 而省揽多厥 今当以六十步为三节 每节扫长二十步 中间以锁连鼠之 先下第一节 带其至底空压第二 第三 旧功征之 以为不可 云二十步扫 不能断漏 徒用 三节 索费当倍 而绝不赛 超位之曰 第一扫水性未断 然势必杀半 压第二扫 只用半粒 水纵未断 不过小漏耳 第三节乃平地施功 足以尽人力 处至三节既定 即上两节字为卓你所欲 不凡人功 深息主前意 不听超说 事实甲位分率北门 独以超之言为然 因潜数千人于下流收路流燥 既定而燥果流 而何绝欲慎 深息作折 足用超计 珊瑚方定 言之品质多 前时所载 以敌间自有十余种 中国所出 亦不减数十种 金公司 能行者四种 亦者莫言 海言也 河北 京 东 淮南 两浙 江南东西 京湖南北 福建 广南东西十一路十之 其次科研 解周研则极进 将 路 则所出 京济 南京 京西 陕西 河东 宝 剑等处十之 又次景研 早景取之 盖 子 利 奎四路十之 又次牙岩 生于土牙之间 接 成 凤等周十之 为陕西路科研有定刻 岁未前二百三十万名 自于营虚不长 大约岁入二千余万名 为莫言岁自超三百万 供河北边敌 其 他皆给本处经费而已 原边敌埋阳几余渡之者 河北则海 墨岩 河东 陕西则科研及蜀茶为多 运言之法 樊行百里 陆运金四前 传运金亦前 以此为律 太常博士礼处后之卢州盛县 常有欧人死者 处后往燕商 以遭灰汤之类搏之 者无商计 有一老父求见曰 一知老书时也 知燕商不见其技 此意便也 以心斥有散日中复之 以水卧其失 其技必见 处后如其言 商计婉然 自此将 怀之间官司往往用此法 陕西科研 旧法官自 搬运 置物居迈 兵部园外郎犯详史为超法 令商人就边郡入前四冠八百寿一超 至戒持请言二百斤 任其私迈 得钱以十三下 省述时郡搬运之劳 一日碾车牛履以炎一死者 遂以万计 冒尽抵罪者 不可胜数 至此惜免 行之既久 言价时有低昂 又于京师至都言院 陕西转运司自遣官主之 京师时言 今部足三十五前 则脸而不发 以长言价 过四十 则大发酷言 以压商力 使言价有偿 而超法有定数 行之数十年 至今已为立业 河北 言法 太祖皇帝长将莫斥 听民间假贩 为收税前 不许关阙 其后有私旅请避故 仁宗皇帝又有批兆云 镇中不使河北百姓尝识贵言 现役者西霸夷之 河北父老 皆掌中居灰 借火焚香 望却欢呼称谢 西宁中 富有献谋者 于时再三思 求仿两朝莫斥不惑 然仁仁能颂其言 亦亦敬寝 自宗均 来自宿元 とか 负物 去 去 感谢观看